好 我們在展現三年前傳說中的啊 絕技 你就是一件失傳的絕技了 手動疊出 再玩一次 心臟夠過大 啊 有combo 啊你腦絲勒 失傳的絕技 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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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所以我說我要在低關魔機就是對 會有剛才那種現象 因為低關傷害比較少 而且我左邊一隻右邊一隻有沒有 沒有 基本上就搭配一下就OK了 欸欸 太小利了 了解了 提升COMBO 欸 差不多 沒錯 不是增加老馬機率 不是增加老馬機率 提升COMBO速 欸 差不多了 接近正確答案 就是其實 簡單來講對不對 因為你落珠次數 多了對不對 增加COMBO 的機率就會提高 因為可能也 我講這失傳的絕技是沒有錯 因為 已經 已經 應該有 有多久 很久了 自從打擊解放之後 疊珠就已經失傳了 因為疊珠沒有用 它一定要手銷 疊珠變成沒有用了 可是我們用到八瘋王 欸它就有用了 但是你的那個 記得珠子還有那個 我建議各位是看一下疊珠譜 在在在在在在下手 對 它不是單單只有炫技 像我剛剛那一關我看起來傷害好像不太夠 如果不用疊珠的話 所以目前比較接近的應該是 摳技 摳技 對 摳技 10顆的疊珠我有點忘記了啦 不過 因為 因為它這個 這邊是不需要疊 因為我不需要增加傷害 懂我意思嗎 這關是不需要增加傷害的 因為它是算 趴數 趴數 欸 欸 不是趴數耶 來不及了 剛剛可以疊 來不及了 它是異撲啊 不是趴數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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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會了 我以為它是趴數盾 好 所以可以啦可以 這..這..這隻是可以用的 這隻可以用 用疊珠 欸 它不過 它不過已經來不及了 我已經把它處理掉了 攻擊證怎麼解掉 我等一下解給你看 代表你應該剛來而已 剛才水的已經有破解了 水的就是用7009就可以破了 我剛剛現場吃現場練 現場通關 我們都是啊 實戰演練 對我剛剛講說 那個誰啊 誰是打醬油的 應該要把他換掉 來不及了 兩回合 兩回合 下一關什麼 OK啦 我誤會了 為什麼要提早開 因為我要提早讓他CD跳回來 那個火柱要留著哦 右邊的火柱要留著哦 剛沒有轉五顆哦 好沒關係傷害夠了 Ricky直接幫我們解答 龍科 檔 技能減傷 龍科八分王減傷 還有 還有一個 至少 至少還有一個啦 不過是哪一個 可以大家再猜猜看哦 好像這個狀況我就不會做什麼疊珠了啦 因為 因為珠太雜了 你要不要做疊珠太花時間了 啊我用正常的疊珠譜的話 還OK 稍微思考一下啦 我大概大概思考了兩分鐘左右吧 應該是 減傷強度不到 還有看不出拉高 減傷就會蠻蠻高的啦 流火珠哦各位 新珠可以消掉了 啊河外火珠 看好 你說怎麼破解是不是 馬上示範一次哦 龍科賣中 靠北啊 不會在這時候失誤吧 一萬多分哦 七千分就好了 這顆龍科我還蠻蠻熟練的 有沒有看到 瞭解嗎 就是這樣而已 沒有太難 我其實一直很想開他啦 他每次都沒有給我目出 因為我 我 我以消到為主啊 我想一下哦 其實還是可以玩一下 400段 不要不要不要 一波把他弄走啊 然後 你 五顆哦 啊有嗎 那應該OK哦 48總共布 四十萬 上來 靠 好 這樣我剛有盡全力一直吹 有看到喔 我剛整版都是喔 吹下去 還沒死耶 不過這樣也好 因為我這樣可以 在這一關 幫我回血一下 因為我那個血量我想要回一點 OK 就這樣吧 如果沒有這種龍科喔 這是不死龍科 好 直接 破梗喔 直接破梗 剛有講說龍科很擋的 技能減傷 龍科發瘋狀減傷 還有一個東西 迴避 迴避 龍科也有迴避了耶 但是你要找你有沒有那種龍科 或者是精粹 龍科迴避 然後 技能迴避 對啊 手銷越多康對傷害越高 沒錯沒錯 嗯 是手銷嗎 是手銷嗎 我不太記得了耶 我等一下Double Check一下 如果是手銷的話 那我們要考慮一下 這個是不是要用疊出 不過我印象好像 沒有手銷喔 我印象中好像是沒有手銷 為了確認一下我來看一下 我印象八方方是不用手銷 不知道我沒記錯 不過我們觀眾提出來 我很喜歡跟大家討論 對 因為我不是絕對是正確的 我不是絕對是正確的 大概99.999應該是正確沒有 沒有問題 你要是 99.999 因為我們觀眾有大概 兩萬七千一百位啊 對啊 應該應該是OK啦 我看一下 我確認一下我確認一下 我怕我記錯了 欸有可能我記錯 有可能有可能 如果他寫手銷那兩個字 那代表就是手銷 欸如果沒有寫就是 對 欸 確認一下確認一下 因為我真的不確定啦 我不確定東西 我不會講確定 看一下八風王齁 看一下齁 消除膚師屬性越多 全隊攻擊力越高齁 他 沒有寫手銷 懂我意思嗎 他沒有寫手銷 所以八風王 所以99.999.999 應該還有一點點效果啦 好不好 看 我印象中是 是 那個 不是手銷啦 所以 所以我才會這樣講 那我現在可以用力的捶他了齁 我來看一下 123 123 跟剛剛一樣13顆 多一顆 我來示範一下 我們看看會不會過啦 我用正常的 好 要看疊珠請按1 要看正常請按2 正常可能背力不夠 幹不掉 疊珠的話可能疊不好 沒過都可以 記得喔 再講一次喔 疊珠請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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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請按2 疊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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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2 疊珠1 疊珠1 疊珠2 沒問題啦 疊珠普了 沒看過了 而且這蠻好疊的 沒有太複雜 疊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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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看過吧 這個疊主譜沒看過吧 沒看過吧 對 其實我自己有玩啦 只是很少拍啦 來 1 2 3 4 5 6 7 1 喔 看到沒有 看到這個看魔術沒有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一波逛過去 一隻980 呃 98萬喔 這樣知道疊主的好處了嗎 98萬 一隻98萬耶 一隻耶 這樣知道疊主好用 我剛才幾個顏色啊 1 1 2 1 2 3 4 1 2 3 三種顏色 天降下去 我剛沒有注意看啦 看到沒有 這就是疊主啊 各位 我看一下喔 等一下 火怎麼不跳啊 一會兒 看到沒有 疊主它就是可以增加你的落珠次數 增加落珠次數的那個機率就提高 機率提高你就會 欸 就會 有沒有 旁邊這樣一錄一下 有沒有 旁邊錄一下 旁邊錄一下 你就會多一combo 欸 再錄第二下 欸 又多了有沒有 有沒有 豬是這樣 這樣錄錄錄 大概是這樣的味道 那我們現在可以輕鬆的把它帶走 我們現在可以輕鬆的把它帶走 應該是輕鬆啦 快點 好啦 這時候千萬不要疊了 因為太複雜的珠 我們 我們是不做疊珠 就算我現在教疊珠 我也是教比較簡單的 欸 因為教太複雜 基本上是 虐人又虐己 知道嗎 對 不要看那個蝶豬譜 我也是搞很久才研究出來 之前 在玩蝶豬有幾個 比較知名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 像秋嘎明他有在玩 然後還有叫 應該沒記說是 Green 我看一下 應該有記他的名字 這樣 Green 核爆彈 Green 核爆彈 這個玩家 欸 這兩位我是比較印象有深刻的 這張好 我覺得不錯啊 我覺得不錯啊 為什麼有人說是廢卡 見仁見智吧 商用手動卡牌 發揮最大效益 你可以看到我可以把爛卡 又能跟神一樣 不是我強 只是你要在適當的關卡 使用適當的卡片 它就會變強 這一關的話 我個人建議 這一波啦 先不開 火屋 什麼都不開 把柱子綠光光 綠不光 下一回合再 再來轉 八瘋王 我建議是這樣 你可以自己試看啦 因為 八瘋王開下去 結果柱子都沒消掉 那看起來會 很賭然欸 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那個水的 現在沒消到了 好 那怎麼回事啊 沒關係 我們讓它吹齁 齁 齁 所以剛 大家剛好看到疊住的威力齁 是很可怕喔 會疊就是很可怕 目前能夠運用的 欸 好像 靠北喔 為什麼斷按珠啊 啥小啊 這可以斷按珠喔 太強了吧 跟各位講喔 八瘋王現在可以先 開齁 我想一下 戰術性 戰術性 看到沒有 戰術性 有些時候 不要擠 然後這個 新珠齁 因為它會那個 自動會幫你把新珠鎖定 所以我們要留兩顆新珠 這是關鍵 這是關鍵喔 這是關鍵喔 這很關鍵喔 欸不對 留兩顆心也不對 我待會幫我開咧 靠北 很恐怖 蛤 我要龍科跳喔 不知道阿公 你再死了你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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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你以為那兩顆新珠我會害怕嗎 蛤 你以為我害怕嗎 剛剛是有一點 剛剛是有一點害怕 剛剛啦 不過現在不害怕 因為我看到我龍科跳起來 基本上就是不是很害怕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我剛剛的打法 這樣了解齁 我剛剛這個打法是變成 我原本是要 確保沒有那個鎖定的嘛 那轉一轉 不知不覺龍科就跳起來了 蛤 但是整個就是舒服阿 來 給他一波舒服齁 rí enf 黃ienda Kot 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